在啟德方面的投放不少 啟德會分三個住宅項目 第一段有六幅地 第二段有四幅地 跑道分三期 但你好像是很積極 我們預計你是相當勤力的發展商 你也有參與 你也很清楚 初初起步的都是在啟德站附近 首六幅地 我們當時也有第一幅進駐 今天落成的Oasis Kitech 都差不多賣光了 令我們對這區更加有認識 是否因為賺得比較好 你也有信心 我相信頭一輛發展商 每個都賺錢 是 每個都賺錢 因為當時不夠膽 入貨價是五千至六千元 去到後期 因為亦有內地發展商競爭 其實都將地價推高了 推高到差不多一萬到萬三元左右 這個反映 其實就是開始多人留意 這一區 所以去到 其實第二個階段 好像Sandia你說的 隔了啟德河之後 另外那段 我們說河東河西 是的 我們當時買不到 不過最後我們從海航手中 買了兩幅地 都涉及差不多有100萬呎 都可以繼續 在第二個區域打造 至於過往兩年 我相信大家的焦點 去了啟德跑道 因為這個跑道區 其實更特別 根本每幅地一定看到海 或者看到內河 很難得在市區裏面 有一些地塊 其實是可以看到兩個海 我相信這個都是萬宗無一的 整個建築的完善發展 大家都這麼說 一期又有,二期又有,跑道又有 那建築的樓會不會一模一樣 會不會有些特色 有什麼個別的特色發展 我相信一定會有不同的 Sandy我也帶了一些地圖來 譬如,很簡單 如果圍著… 不只是住宅 其實它有商場 有地標式的寫字樓 有酒店 有地下街 大家都知道 很熱鬧 SOGO又會來 即是說這裡其實有機會 將來更旺 銅鑼灣也未定 所以我形容這就是聚保盤 而且接下來 其實屯馬線也是剛剛開 將來如果貫通的話 其實都是沙中線的一部份 差不多是三個站 其實已經去到港島 方便亦都提升 另外一個 剛才提到 在過往兩年 都很多跑道地皮 我相信剛才都說過 這是純住宅 低密度 我相信這裡有條件 可以打造一些 所謂低密度的臨海 維港的純住宅的行動 亦都有機會 可以做多一些大單位 給九龍區一些換紐客 至於在一個站的中心 我相信這裡都是一些所謂 上班客 他們都需要一些消閒的設施 或者單位面積未必需要那麼大 但最重要是方便 即是現在入房的那批 一期的電影 我們都看到 包括我們Oasis Kitech 買了我們的客戶 我們有六百多個單位 差不多有一半或六成 都是投資買來收租的 亦都反映到這裡的投資價值 和租務的回報 另外我想提一提 如果看整個啟德區域 其實我都覺得像一條金鑰匙 你新說的 我們以後拿著它來說 其實這裡有兩樣東西 一個是聚保盤 另外就是一條金鑰匙 我都希望代理也好 或者買家把握到這個要點 何先生有很多資料 不過我們要先休息一下 下一節再回來再跟大家見